Deepin是上手度盈利 背靠谷歌 AI商用困局如何破 至东西10月11日调息 近日 英国人工智能实验室Deepin的发布最新财报 显示其在2020财年已实现盈利 结束7年来的连续亏损 Deepin聚焦通用人工智能开发 2014年被谷歌公司以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2016年因其研发的AlphaGo程序 在以4比1击败韩国为其冠军理事时 而成为热门AI明星企业 随着人工智能研究 和人才成本的不断增长 Deepin的应对不断加剧的挑战 需要依靠谷歌为其运营提供资金 及补贴研究成本 作为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实验室 Deepin一直以来并未在盈利目标上 被业界寄予厚望 但其2020年成绩单上表现出来的扭亏为盈 依然为商业化落地困难重同的人工智能行业 带来新的希望